一罐九,刺激穴道,增加淋巴数,我们全身有三百六十几个穴道,在这么多的穴道中,头部穴道之一的百会穴是中穴道,是度地刺激百会穴和四周的四神聪,有助抵高身体的。 系,最近非常流行刺激这两个穴位,调整体内自律神经的平衡,事实上,刺激穴道还会分泌和麻飞同样具有止痛,镇静效果的脑内飞,让腹胶感神经活跃,增加淋巴球数提高自愈力。 现代人生活忙碌压力大,常常对身体所发出的求救信号置若网纹,纵使发现身体不对劲,也会因为拖着让感觉逐渐麻痹,最后就感觉不到身体的异常了,结果,身体就从未病恶化到真正生病,这种案例屡见不鲜,其实,只要多注意饮食均衡, 排便顺畅,睡眠充足等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项,并重视从体内发出不同于平常的感觉,就可以防止汗事发生。 另外,如果能透过刺激穴道,养成碰触自己身体习惯,也可以降低无视健康状况不佳的机会,总之,按柔穴道不但有助于维持现在的健康,还可以降低将来生病的风险。 按穴道调整身体状况,可以改善起身体机能能量的循环,简单方便随时都可以按压穴道,按穴道所产生的刺激会传送到大脑,在刺激思长自律神经的神经,可以调节和穴道有关联的神经,就算按错了,也没有副作用,对于身体的疲劳很容易产生自觉。 按压穴道的方法,按的时候要注意力道的拿捏,稍微有点痛但感觉算舒服就对了,一个穴道按两三次即可,力道太大或按的次数太多,反而会让状况恶化。 按完之后如果觉得酸痛,建议洗澡或热敷一下,和骨穴,位于大拇指、食指之间相会和之处,别名虎口,影响自律神经,让突发性的头痛和牙痛,或是便秘,肩膀酸痛和耳鸣等跟压力有关的症状获得缓解。 三阴胶,位在小腿内侧,踝骨最高点的上方,高度约四根手指横放,舒缓妇女病不适,腰痛、疲倦或腹肿等。 足颈穴,位于脚指甲的末端处,可促进血液循环,百慧穴,位在头顶正中于两耳间连线的焦点处,身体正中心的穴道,可调全身机能,调节自律神经失调,失眠,头痛症状,自神聪,以百慧穴为中心。 在前,后,左右四处相距约一指节之处,能提升脑力,调整全身机能。 肩颈穴,在脖子两侧与肩峰的终点,冷缓和脖子僵硬,肩膀酸痛的不适症状。 太阳穴,眉烧到耳朵之间大约三分之一,触摸到最凹陷处的地方,影响其自律神经,启动让脑袋休息的机能。 影响学,位于鼻翼外缘最宽处两处,促进颜面的血液循环,缓解鼻塞症状。 平明学,位于内侧眼角凹陷处,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,舒缓眼睛疲劳,肩膀酸痛的症状。 人影学,位于喉结外侧月亮指宽的动脉搏动处,可降低血压。 即使血压过低的人按此学道,也不会让血压过度降低。